大家好,我是甲文 那就跟剛剛我兩分鐘自我接受的講過 我覺得其實我是對環境非常關注的一個人 那,呃... 欸,開始了 欸,開始了 那這張照片其實也可以呈現一步 那這個是在台南的吳米樂的農田 這是我第一次就是踏進泥土裡面 然後感覺到泥土的溫暖 不過今天要講一遍這個沒有關係 只是我很喜歡這個照片 那其實我要開始就是園情跟探索 是我之所以為什麼會這麼關心環境 其實是從小時候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我只要看到山我就會一直看著它 我其實是在屏東長大的孩子 那屏東是有...就是在屏東是 我們常常就可以看到北大陸 它是在台灣南部就是圍營做超過3000公尺的高山 對,那在這過程中就是 然後後來就是高中的時候 有四次參加了一個營隊到了河灣山 那也是我第一次真的在台灣的高山上看到那個風景 那後來就是大學的時候我就... 因為那時候其實也彷彷 所以我念了一個科系叫做工業工程 對,是一個很奇怪的科系 所以在那裡面就是我就發現說 我同學他們好像就是對這種大自然就是沒有這麼關心 那後來我是去參加登山社跟自然保育社 那從此就是開啟了我一路就是在生態領域這個部分的一個開始 因為在大學時期就是我寒暑假一定是去爬山 然後去參加台灣的一些研究所他們的一些研究調查團隊當義工 所以後來那時候我去了玉山山腳下一個叫南紫千辛 南西領導的地方 然後後來就到了台南 在台灣南部一個熱帶雲 叫做南人山保護區 對,那後來那個南人山保護區 就變成我研究所轉念生態 生靈生態的就是一個奇蹟 從此就是我大學研究所在研究室動物的家裡的生活 但不是每天啊就是這是我的研究題目 那我是在就是在台灣的一個熱帶雲裡面 去做跟森林碳循環有關的 那其實在這過程中我經過非常多彷徨 因為在大學的時候我就想說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裡 然後停這些課 但後來就是念了生態之後我也很開心 因為我找到了就是我想要關心的一個議題 那但是在這過程中其實我常常在思考兩個問題 一個是因為我很多朋友在環境地工作 但是我知道他們的薪水跟一般就是 現在所謂的很像在科技業或是在金融業工作 那個薪水其實是差蠻多的 所以但是我在想為什麼做有益的事情不能賺 就是為什麼沒有辦法得到理所當的應得的報酬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我想問的是 為什麼就是這麼多人他們對環境沒有這麼多的 沒有去關心 所以我後來開始發現說如果我只是做研究調查 我不能把這些故事跟更多人的講 那應該會有一個方式是可以讓人跟自然更了解 而且就是兩邊是誤會的 好那講完了這個之後 我要講就是現在我在科技業上班做企業社會責任 那想要了解細節可以後續再談 那其實在除了上班的過程之中 我下班夜也做了非常非常多事情 就是自己的興趣 那其中有一個是我在 按照 再一次嗎? 我該如何適合呢? 我該如何適合呢? 好可以不要碰嗎? 好這樣子 OK好 就是我在去年的時候參加了 生態略公平貿易協會的講師推廣 那之所以會關心公平貿易 在場有人聽過公平貿易嗎? 喔還蠻多的太好了 那我就不用講很多事情細節了 那公平貿易它其實強調一個事情就是貿易被援助 因為我們知道說我們手上一杯咖啡120元好了 那其實生產咖啡的小農 例如像在南北洲或者在東南亞 他們一天的收入可能不到一美金 所以就表示說在這整個貿易的環節中 其實它是有一個全力不平等的現象 對那像公平貿易會產生其實也是源自於一開始 目前就是現在社會是一個全球化的社會 那還有貿易的話就是是不同國家之間 其實它是利用自… 就是牽涉各式各樣自由貿易 那可以讓物質物品可以做交換是這樣的形式 但是這中間其實是有很多的一些強國 他們有一些權力還有他們有比較強盛的經濟 所以其實反而會造成在第三世界國家 或者說經濟比較弱勢的國家 造成他們的剝削 那剝削後面造成的結果 就是例如像會進犯人權 然後還有像會造成管件破壞等等 對那後來我知道公平貿易之後 其實再去了解 就是這個制度它其實不是只是用在 就是像我剛剛講咖啡 它其實像是 它可以去擴展到生活中非常多的事情 例如像一個電腦它的生產 它的生產鏈過程中是不是有符合勞工的人權 然後是不是說它生產過程中是符合環境友善的等等 這些觀念其實它們都是一樣的 那也剛我講到兩個我心中所想的疑問嘛 其中一個就是為什麼做環境它就是做對社會 對環境有益的事情它卻沒有辦法給予合理的報酬 那其實像在公平貿易它的概念就是 會賦予一個合理的一個報酬 而且在台灣就是生態率這家公司 它們其實是做社會企業 那後來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才發現說 其實社會企業這個模式 它是可以一方面就是幫助 就是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又可以盈利的 好然後 好那再來第二個故事 這個其實今天很重點 我支持一會來 是今年中秋節的時候 我去了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它是全世界 就是三大熱帶雨林之一的國家 這是在馬來西亞的佛羅洲 那其實這是做所有就是喜歡生態的人的一個夢想 就是去佛羅洲或者是去亞馬遜這樣 那這是從空中上面看佛羅洲的樣子 然後為什麼又按到了呢? 其實就真的不好 這有別嗎? OK好 那可能再一次 好 然後 然後這個又是另外一張照片 在上面就可以看那個河流是彎彎曲曲的 那這個是在台灣 就是其佛羅洲我看到的樣子 就是從山區流出來的河流 所以我一開始也是彎彎曲曲 可是到後來就是已經被解彎曲職了 這是因為工程的關係 所以也不一定到我剛才介紹的那個 我講就是我在幫慶本做那個水資源的故事有關 好那這不是重點 接下來是我到了那個雨林裡面 那雨林裡面去 這個雨林它當地是有一個部落 我就當地人還是用他們的生活在生活著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住的一個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風景是非常漂亮 然後水是非常非常乾淨 它其實是在就是佛羅洲雨林裡面的一個上游的地方 那時候我的馬來西亞 我很開心跟他說 哇這條河流很漂亮 結果馬來西亞就有跟我說這是小溪 好 然後這是我們就是乘坐的工具 就是在他們部落跟部落之間 其實是利用這種走水道的方式 然後就是滑船上去 然後這是我們在那邊過一些 看一些情景 那他們現在的生活其實都還是 就是會輪伐森林 然後去種田 好然後欸 前面這一張 這個的話就是我們其實有看到 紅毛行星野生的 然後呢 這個是我的夥伴 它在那個雨林裡面 你看就是樹這麼高 然後人這麼小隻 那其實剛剛講了這麼多 你看那種漂亮的風景 但事實上 它其實是有一些隱憂在的 就是這個是水壩 是我們入口的地方 這是在沙老月第一座水壩 就是法當愛 那這個水壩蓋起來的關係 因為蓋著這個水壩 這裡面其實部落有三千人被迫千村 但是這是我們沿途 就是沿著那個水壩進去看到的樣子 就是可以看到它有非常多 已經是枯掉死掉的樹木 這個水壩之前沿途全部都是油棕 全部都是砍森林耀森的公園 所以你就可以看那個 戶壞其實已經持續了 那其實砍樹並不是只是砍樹而已 是雨林裡面 曾經相關的生物會跟著沒有家 然後這是目前就是在水庫那邊的一些抗爭 然後這個是在就是網站上面介紹 就是現在雨林消失的現況 從1950年一直到現在 它會一直跳到2000年 所以可能要稍微低一下 對就是2010年的時候 面積只限下這麼小 這是蘇門達爾跟佛羅洲的部分 對那所以其實 這是我們去參加這個旅遊 就是生態旅遊 因為我們所有的團輩都是會 就是變成是當地漁林他們部落 就是生存的一個基金這樣 對那這個計畫 其實它得來非常不容易 因為是因為當地 有一位叫養藥的先生 那他呢 就是因為一些姻緣機會 所以出現了這樣子的一個生態旅遊 那所以如果就是 有夥伴的想對這部分有了解 可以就是再 我們可以再聊 OK 時間也到了 謝謝 謝謝 琦瑟